Mazda 6在2012年民勢至今 已经进入到第五个销售年度 继Mazda在2014年为这款受欢迎的车款进行了小改款之后 今年Mazda在洛杉矶车子上 发布了新改版的2018Mazda 6车款 新车款是首次搭配可供选择的2.5升渦轮增压引擎 全新2018Mazda 6和上一代车款的最大改变 是它的车头设计 新款Mazda 6的中网变得更大 并且延伸至车头灯底部 但是新车的车侧和尾部部分就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新车的内装方面也都得到了重新的设计 Mazda表示整个座仓 只有两个部分是源自于旧款的Mazda 全新的仪标版采用了和CX-5一样的分层式设计 看起来更为宽敞 也更有空间感 这款2018Mazda 6的最大亮点 是它的动力配置 新车搭载了源自于CX-9的2.5升渦轮增压引擎 将为这款新车带来227匹马力 为了令到更新版的Mazda 6 拥有更加的驾驶乐趣 Mazda也都为新车的底盘作出改进 包括进行加硬以及重新调校全车的悬挂系统 以及重新设计了转向架以改进方向盘的回馈感 作为公司最受欢迎车款之一的Mazda 6 得到全面升级 Mazda有信心这款新车能够超越车主对这款新车的期望 全新2018Mazda 6的建议零售价将会在明年公布 而现款的售价是21,945元起 天下卫士记者麻进采访报道